大家好,我是Simon 相信大家現在都很關心香港國安法相關的一些博弈 在不久前,我們都在一些文章講過所謂brainsmanship的技巧 無論是中國也好,美國也好,如何在一個危機當中製造自己的機遇 因為文字始終都是比較尖結 有些朋友都希望我們可以簡單講講每一個論點背後的理據 可能這一段會比較長一點,但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入末 因為中國突然用這個方式,在這個時機,在香港推出國安法 而且是通過人大直接扔進去基本法附件3,而不是經國內部立法 這個手法是很明顯的,完全的現實主義思維計算 有些朋友會將今次的危機和俄羅斯幾年前的克里米危機 甚至是納稍德國時代的羅因蘭基雄系評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個案例,基本上都是屬於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 我們說了這麼久,什麼叫做現實主義呢? 在國際關係上,realism 是其中一個最主流的學派 我們有時候說到任何的realism 其實去到坊間的層面能夠理解的國際關係 極大多數媒體的評論都依然是說起很傳統的realism 但是其實在學術界上,這個框架已經是叫做越來越outdated 即他們的漏洞是越來越被發現的 但是無論如何,今天中國的政府典型就是一個很realist 的思維 現實主義是一個最簡單,最明顯的假定就是 世界的unit actors,即是國際關係上主要的玩家 只有一種就是主權國家 換言之,他是不太相信人的價值 他認為國家正在主導一切 也不太相信國家之上之下 其他任何的角色有什麼崗位可以扮演 譬如說NGOs,譬如說跨國企業 這些其實已經是富可敵國或者影響力很大的 他不認為這些有什麼角色可言 他也更加不認為每一個人 是有自己獨特的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所以到最後,國家可以主導一切 這是realist 第一個假定 第二個假定就是國家存在為了什麼呢? 這個概念就是intress maximization 你是將你的利益擴大化的 當然在現實主義內 有無數的流派去演繹利益的方式 或者是叫做自我存続的方式 全部都不同的 裡面有很多計算 那些很關鍵的東西 我們很難在影片中說 但是簡單來說,假定就是 國家是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而他們研判利益的方式 或者如何結盟的方式 避險的方式有不同的計算 但是intress maximization 這一點就是 是現實主義者經常強調的 就是每一個國家 總之我就是為了錢 我就不理其他東西了 我就是為了我的利益 第三個心想就是 現實主義會認為 世界上是沒有一個叫做 超國際的政府 即是說世間上是一個無政府狀態 既然是無政府狀態的話 世界都會有秩序的 這個秩序就是 基本上是來自大國之間的 俠宗連環 他們所定立的框架 就是世界秩序 例如今時今日 無論是聯合國也好 或者現在我們的國際體系也好 基本上就是 二戰之後的戰勝國所確立的 再加上冷戰終結 蘇聯又不見了 美國一強六大 至於中國經常近年 就是要扭轉這七十年來的壓迫 因為其實中國已經強大了 但二戰的體系也是美國主導的 所以自己就希望去微調這個 status quo 無論如何 第三個假定就是 世間上是無政府狀態的 所以世界秩序就是由大國之間的交易所決定 而如果國力之間的對比出現了明顯的 與設定制度的時候有偏差 這樣就會出現了問題 就是現在這個修飾低德陷阱 所謂的 這些概念我們遲到機會再說 第四點的假定就是 現實主義者基本上都會認為 做決定的人 國家的決定者 是正常的 正常的 做一些不同的決定之間 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我們沒有一個框架去評估 領導人的行為 或者國家行為 所以基本上假定就是 一個一個假定之間 全部都是正常的 大家都是用同樣的方式去思考 即他不會相信有些很邪惡 或者不是計算利益的決定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主義框架 他不會相信 有些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促進人類的理想 不會相信 通常他想到 有些人說 現在為理想為自由追求某些東西 核心價值等等 他就會覺得是 你騙我而已 你不是這樣的 你背後都是為了利益 不要玩 這個就是一個真正的環境 今時今日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極度真正的 計算的政權 基本上 什麼中國夢 或者中華民眾為大復興 基本上是說一個真正的規定 什麼叫復興 什麼叫夢 什麼叫強大 全部都是這樣計算 那麼就假定當總體的實力去到某個 綜合國力去到某個指標 其他國家就是要就範 好 那麼今次 這個叫做國安法的特集 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就先看看北京所假定的 譬如說20個 Based on Realistic Assumption 我們再看看作為香港人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因為整個框架 它都是一個很Realistic Driven的計算方式 那麼其實只要我們破解到那個框架 就會知道漏洞在哪裡 OK 那麼我們逐點去看看 在北京眼中 認為今次是真正完整修回香港 所謂的二次回歸 那麼這個完整修回香港 是假定於以前就不是很完整地修回 那麼為什麼去選擇這個時機呢 那麼根據第一點 Realistic Assumption就是 剛剛這個timing 世界出現了疫情 雖然中國前期的處理不是那麼好 那麼也都很明顯有隱瞞 漏報等等 但是去到最後 因為西方不能夠用這個舉國體制去處理疫情 所以他們的經濟可能是更加傷的 那麼譬如說美國的失業率 現在官方是十幾% 另外一些研究報告應該超過了20% 那麼這個是很大的危機 那麼譬如說英國處理的疫情 都是不斷被人批評 而且就是整個西方世界 都是需要時間去適應這樣的一個crisis 但是中國呢 就用舉國體制去處理 那麼他會認為數字上可能會更漂亮 那麼就是西方國家 一來就是忙於處理疫情 二來他們死那麼多人 國民會反彈 第三他們的經濟危機很嚴峻 而他是一個透明的政府 那麼沒有什麼可以隱瞞到 那麼第四就是說 其實他們現在政府都不能運作到 那麼既然是這樣 這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去做一些他以為世間上不會關心的事情 那麼所以在過去幾個月 你看到所謂的戰狼外交 全方位出擊 Sharp Power要實力 即是動員各地的中國外交官去寫文 基本上是挑機 以及會看到各地的華人 都是在做這一類小粉紅外交的 那麼這一種就是很典型的 所謂的Princemanship 就是你製造一些危機 推到懸崖邊緣 但是其實你不是真的想打仗 不是真的想加護 那麼真的有嚴峻危機 你便會縮回頭 那麼如果今次國安法 假定都是這樣 就是Princemanship的一環 就是藉著一個危機出來 很明顯是 跟中英聯合聲明所演繹的一個兩制 是完全不同 大家香港人就會明白 但是在國際社會 未必那麼容易明白 就算明白也好 人家很忙,沒有空理你 也無謂挑釁你 所以便可能會放置它 那麼這就是北京的計算 那麼我們便要想想 究竟是否事實呢 我們只是說回處理疫情方面 究竟是否因為西方國家 死了不少人 或者是沒有空 就會不理呢 還是邏輯可以剛剛相反呢 因為西方明白到 在疫情當中 中國的大外宣 這個戰狼外交 其實是對他們 有更加嚴峻的挑戰 除了人命之外 當他們看到 中國在過去的20年 作為傳球化 一方面是 暫取傳球化的紅利 但另一方面 又未必有相應的付出 而且是希望改變西方的體制 而不是融入 那麼如果在今次疫情 看到這個趨勢 究竟他們會因為沒有空而不理呢 還是反過來 因為有一點覺醒 而意識到這個是一個契機呢 那麼這一點其實 就是一個最核心的研判 只要研判錯了 其他全部都會好像 滑波謬誤一樣 所有東西都會失敗 那麼這是北京的第一點 以及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那麼第二點就是 北京很相信利益主路 就是他不會相信人是有理想的 就算有理想 而中國也很深信 過去二十年全球化時代 中國是一個大贏家 這是事實 既然任何的贏家 都不可能沒有你的既得利益集團 那麼中國成為了贏家的同時 其實就是engaged了全世界的 全球化同時間贏的精英 因為你也是通過一個很高度集中的資本主義制度 去累積財富 其實是在壓抑絕大多數的人 但是是有贏家的 所以既然是那些贏家 無論是華爾街也好 或者是各地的投行也好 甚至是各國所生興的領袖也好 中國認為其實都是自己人 譬如說中國一直都很相信 特朗普這個生意人都是講數 其實他就不會講求利益 譬如說他的女兒和女婿 在中國的潛在業務這麼龐大 怎會有一個生意人 想去放棄家族潛在的利益呢 中國經常就是講這類的 所以他就會假定 無論是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去到某個階段 就算你說要制裁 很凶狠的 但是國內的 Vestive Interest的集團 都會勸回政府 不要這樣 我們只是賺錢 做什麼 你來這些不等生的事 但是這樣的假定 其實也有很多的變數 首先 什麼叫做利益呢 是不是全世界的人 都是純粹利益主導呢 有甚至是其實 如果你真的只講利益的話 你是一個 意識形態上 去打擊一個潛在國家的敵人 其實更加都符合長遠利益 究竟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計算短期 明天賺多少錢 多多少錢 的利益 還是會不會有人都計算十年之後的利益呢 其實肯定什麼人都有的 但是你只要你的對手當中 有一個有權力 還有有前瞻性 又有這一刻 決斷能力的人 去用後者的方式 去算利益 整個假定 也都是會崩潰的 第三 北京就是會假定 在香港直接 和國安法有關的外國勢力 就是說各國的商會 是最沒有骨氣的人 基本上他們所關心的就是 總之你不要影響我生意 明天我將單照開到 這樣就可以了 雖然他們短期內都會彈起 但是你看到 例如澳門23條立了 他們沒有什麼反應 而世界各地的獨裁政權 都是很歡迎各國的大企業做生意的 例如香港那些大公司 例如沙特 甚至北韓有只有一天可以做生意 那他們會不會去 那當然會去 所以北京就很深信 生意人總之就是為錢 而在香港的商會 是完全沒有什麼所謂的 只要你保證他們繼續賺到錢 所以短期之內 甚至送張給他們 給予單交易 他們就會收聲 這個是北京對香港的商會的理解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又問回一個問題 當商會所賺錢 基本上是根據現在那個 Status Quote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Status Quote 不存在 不只是說國安法 究竟他在香港 會不會外國商會自己都變成外國勢力 見兩個外籍人士 又被人勾結特務等等 這個我們已經暫時不說了 就算是一旦美國 真的有嚴峻的制裁 這個也是因紅國家的關係 如果美國政府有某些 不是完全利益主導的人 是有 mission in mind 做出不同的制裁行為 而這個變成一個金融戰爭的話 那香港的商會又會怎樣呢? 當現在我們所見到的 美元的地位 或者是香港單獨關稅區的地位 全部都有可能改變的話 那麼香港的商人 還是不是真的這麼鎮靜呢? 還是他們在背後都會有強烈的反彈呢? 這個也是一男子的變數 第四點,今次國安法的爭議 其實在整個框架本身的爭議 就不只是說法律怎麼寫 框架怎麼樣 制度怎麼樣 雖然那些都已經完全是 out of place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它真的跟中英聯合聲明 所承諾的未來是很不同的 中英聯合聲明本身是一件很奇怪的產品 這個是decloration 又不是條約 背後的法律的影響 我們遲些可以再說 但是最有資格出聲的 就是真的英國 而聯合聲明其實是兩個部份 一個就是97年7月1日 香港的主權移交 第二就是之後 所謂的五十年不變的高度自治 後者其實是不能保障的 即是你不像另外一些條約 比如在奧南群島的條約 它現在自治是國際聯盟 當時的國際聯盟和列強所富裕 香港不是的 中英聯合聲明其實 之後的五十年不變怎麼落實呢? 還有落實裡面全部都是一些原藝術 灰色地帶 什麼叫做高度自治 什麼叫做依法享有 這些全部都是中式的法律字眼 即是不是法律字眼 那去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真正能夠出聲就是英國 但是中國對英國的角力 甚至好明 其實那些欺負他 就會認為英國不是強大 亦有脫歐 亦更加需要中國市場 那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反抬呢? 再加上 其實中國也有少許動作的 就是它都知道 中美貿易戰下一步 就會移動中國在美國的企業 那不如我們鼓勵中資去英國上市 那一來是危險 二來也是接近一個新的潛在的夥伴 所以中國是將英國成為一帶一路 在歐洲的突破口 就會認為他們不會反抬的 我們說笑話 又看回頭 英國需要去減少 英國整個歐盟都需要在中美之間做一個對沖 那這個是既定政策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又會看到 無論誰做英國領導人都好 他同樣都要計算一條數 就是說生意 和整個國民的反應和國家的形象等等 這個永遠都是要平衡的 如果不是那麼多人說 投脫歐背後 是否純粹利益主導呢 所以你看到現在英國的變數 亦是存在的 如果中英聯合聲明 很明顯是被違反的 當然中方會不斷強調 整條國安法全世界都有等等 但其實大家都會看 聯合聲明裡面所說的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 和現在究竟是不是 九十年前大家的期望 那就甚至透明了 我們講過很多次歷 都不需要再說了 譬如說 當《基本法》首領明 法官就是可以來自任何 這個普通法的國家的 現在甚至說 只有華裔的 沒有外國護照的華裔法官 才可以審這個 國家安全相關的法案 這個已經完全和《基本法》所說 是完全相反的 即是not to mention 你整個立法過程 直接放入附件三 這樣去僭建法 就算是香港最極端的建制派 當北京這樣決定之前 私底下都會覺得 沒有可能的 怎麼可以這樣亂來呢 當然現在要全世界盲撐 但私底下 我可以保證他們本來 都不會認為這是可行的 即是說 就算是香港的極端建制派 本來都不認為這樣是合理的 再加上整個國家安全的單位 建立在香港這件事 也完全不是《基本法》所提過 至於他對所有言論 所有自由的收縮 也是深知透明 即是去到這樣 和整個《中英聯合聲明》 還是不是存在呢 還有沒有違反呢 如果英國作為一個簽約 即是替約方 他對這樣也不發聲的話 那麼他以後又怎樣出來走呢 不只是形象的問題 他以後別人跟他簽約 他有什麼底氣去逼對方履行合約呢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計算 不只是這一刻的利益 也牽涉到整個國際的體系 所以只要世界上慢慢明白到 這是一個對以前簽約 一個調了公然的違反 的話 那麼英國其實 他會有裏裏外外的壓力 要做回商量的行為 其實英國不需要做一些很嚴厲的 制裁等等 那些是由不回美國做 就會實在的 但是英國他可以有一個道義的責任 以及有一個法定的 即是legitimacy去說究竟 這壇中央聯合聲明 是不是還在履行 如果不是的話 那有什麼法律的效果呢 那這個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第五點 北京是會假定 美國的政客 是全部都是選票主導的 他們11月大選 無論是總統 還是一些議員都要改選 所以就因為選票的關係 只要有一些人會認為中國的生意 可以幫他們製造就業 即是發大財 那就會慢慢製造一個 叫做親華的輿論 那甚至有些人 其實中國都是一個 都會很努力地去 聘用某些美國的議員 那就會希望在關鍵時刻 有些人就會出聲 那製造一個發大財 即是韓國瑜式的輿論 就可以在內部去做一個制衡 那基於這樣的假定 中國本來就相信 美國頂多 就執行民主權法案 制裁幾天官 不讓林鄭入境 其實沒所謂的 甚至北京施特下更開心 那以前的關係確實是這樣 通常這些的制裁 就是雙方背後說好數 那我表面上 有些人出來做看死鬼 那你就很凶狠 那我其實背後就會 簽一張單給他 那可能給別墅給他住 或者是有些補償 那其實大家就安排 那邊就推了一些 本來都想清除他的內部對象 好像很冤屈 那其實都在幫他做事 本來我現在確實是這樣 那 OK 但是其實美國能夠做的 是遠超於制裁的 即是說如果美國是純粹想 做一個姿態 那確實是這樣 但如果他真的 不只是想這樣 他做的事情可以很多 即制裁公司 中國企業 不讓中國企業 將香港變成一個第二上市的機會 即是現在很多國企是正在回來的 但其實本身這個是 美國可以說 OK你上來這裡我 從美國 可以制裁銀行 可以制裁和這些 制裁和這些被制裁公司 有交易的銀行 甚至在移動整個美元的體制 這樣推演下去 是一個極大的震盪 這個會是一個世界級的金融大戰 OK 那中國會相信不會的 那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決心呢 這個時間 但是確實 同樣的邏輯 都可以反過來說 11月選舉 川普是一個 真是很豪盛的人 當然他不想輸 再加上他任內這四年 他自己做的事 是不是每一件事都這麼公平 明顯不是 那他會擔心被人清算 所以他贏的誘因是極強的 在過去幾年 本來他有一個大的賣點 就是說 OK我正職工程 搞定了經濟 那現在一下 這個肺炎就刪除了整個工程 那他已經沒有什麼經濟牌可以打 那他剩下的牌就是反華 那所以你在這樣的時機 在一個美國本身 最有反華誘因的時機 而美國做大動作的誘因 是遠超於中國 就是對於現實主義的估計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國際關係的雙層棋局 二層棋局這個假定 不過我們稍後會再說 第六點的假定就是 本身國際關係的博弈 本來就真的很殘酷 也不太理會那個棋子本身的感受 因為我們是不需要等價交換的 那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如果中國要和美國交換 就算美國壓到中國很厲害 而北京是想退讓的 它都不一定必須在這個國安法 或者香港有關議題的那裡退讓 因為整門企有這麼多東西玩 全世界這麼多的地方 你可以在北韓退讓 可以在伊朗退讓 也可以在某個地方 還有更加銀馬 其實聊天講數有很多種方式 就像以前的歷史一樣 即使在美蘇的時候 大家講數 通常都不會直接這樣說 譬如說古巴導彈危機 大家以為是蘇聯 即是回落 就會撤走這個導彈 但其實與之同時 美國都撤退了土耳其的導彈 不過那時候大家不太知道 所以在國際上 其實如果是這樣玩的話 北京就會很有信心 即是說OK 就算美國真的做一些很強的反應 我也可以在另一個地方 騙他 香港我們無論如何都會 宣示全面勝利 會顯示這個底線思維 以及這個 習主席的英明領導 是多麼厲害 這個假定其實也是很有風險 因為我們會看到 剛才我們就會假定了 這個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土價還價 但這次的個案是特殊的 本身如果你只是說香港這個地方 無論它那個人口 或者表面上的GDP 佔中國經濟的比率 你都不可能值得全世界關心 但是確實 那個計法就不是這樣計 正如你說 在外間進入中國的FDI 香港是佔六七成 這件事不是在GDP那裡可以反應的 所以說 全世界在香港之外 有沒有另一個東西可以 完全等價交換 可以來土價還價呢 還是這件事慢慢由一個籌碼 就變成了爭議本身呢 如果香港成為一個 所謂的突破口的話 那又有什麼可以去交換呢 這一點就是北京經常都會誤判的 香港究竟純粹是一個 可有可無的 好像澳門那樣的東西 還是其實在全世界 它真的是獨一無二呢 我們當然是深信香港是獨一無二 也都說了很多次 如果香港真的這麼獨一無二的話 那其實 它的潛序的槓桿效應 就不是這一刻的數字上 做多兩個交換 這個層級的計算 可以去 研判了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北京對一個國際形勢的股算 究竟它對香港本地形勢的 現實主義股算是怎樣 那麼我們下一條片可以再講 但是總之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現實主義的框架 它是不講求道義的 也都假定全世界都不講求道義的 也都假定全世界計算問題的方式 都是那一種的 而且也都假定 immediate 的結論 就會是那個結局 就是說就算 國安法可以 硬來這樣過完 接著要判斷 那對北京來說 似乎覺得這個是勝利 但有時候不是的 即是短期的綱領 你就算達到了某個目標 可能這個才是長期失敗的 而這些就是現實主義者 很難計算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的變數就是 整個計算過程 國際的反應 可能會用另一個框架 偏偏是用另一個框架去回應 要不就是比較非利益主導 要不就是用一種比較長遠的方式 計算利益 即是用這個機會去全面打經濟戰 這個可能是符合全面長遠的利益 但不是這一刻短期 這一天兩天的利益 可能會這樣計算 第二就是說就算這個法案 即是像北京這樣硬推 香港過了 可能這也是一個潘朵拉的俠士 而入面的香港人 依然有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香港的角色 無論對中國對全世界 都是度一無二 既然有度一無二的話 無論有沒有這個法案 都會繼續有一個功能 慢慢淡出也好 轉移到另一邊也好 而我相信它會慢慢轉移到另一邊 那既然這個轉移的過程 香港人就會成為了一個 一種角色 而這個也是 所不承認的事情 就是說 它不認為人是一個 一種角色 但我會相信人 是一個一種角色 香港 無論它的能力是一個 殖民地 特區 普通城市 都好 其實它一定有一個能力 因為這個 既然是這樣 我們每一個人 都成為了這個棋局的玩家 既然我們本身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一種角色 大家身處 大家身處在今時今日的 大時代 那麼 很應該每一位 都在想自己的角色 和崗位 亦都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每一個人都會相對優勢 亦都會有最擅長發揮的地方 但我們相信 大家目標是一致的話 最後勝利 都是會出現的 好 好